本期主角可以说是老亨特最喜欢的德国战车 没有之一 他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标准的突击炮 是德国在二战中生产数量最多的装甲车辆 在整场战争期间 他一共摧毁了超过2万辆地方战车 其标杆化的设计 也为后世的突击炮研发制定了标准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德国的战争神器 三号突击炮 与其给我一个装甲师 不如给我一个突击炮营 这是网上关于三号突击炮的段子 虽然可能有些夸张 但也体现了德军对三号突击炮的喜爱 尤其是在防御作战中 三号突击炮对德军而言 甚至比88炮更香 当然作为德军手中大名鼎鼎的反坦克武器 它和88炮一样 设计初衷并不是反坦克 而是被当作一款突破武器使用 德国军队在二战初期 作战方案沿用了一战时期的步兵大炮推进方式 但在当时 德军依赖的牵引式火炮的速度 不足以和突进的部队同步 对此 德国名将曼斯坦因认为 步兵师必须拥有一款 具备自行能力与装甲防护的火炮系统 来对步兵进行直接火力支援 1936年6月15日 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 收到德国政府的命令 研发一款可以携带 75毫米火炮的装甲步兵支援车辆 奔驰公司采用了 三号战车的底盘和运行组件 以及克鲁伯公司制作的75毫米短炮管 STARK 37L 24火炮 来装配这款新型车辆 这就是三号突击炮 A型 在初始设计当中 三号突击炮采用的是开放式车顶 但后来为了保障成员安全 改为全封闭式 其设计理念也影响了 二战中大量自行火炮 和自行反坦克炮的发展 低矮的车身和一个固定的战斗士 以及一门威力强大的24倍口径75毫米炮 成为了早期型三号突击炮的标配 并且它的火炮和早期的四号坦克 可通用炮弹 在攻击碉堡攻势的时候 能打出优秀的火力输出 作为第一款量产型号 三号突击炮A型 可以搭载四名成员 1.95米的车体高度 不仅能适应大多数德军士兵的身高 也能让该炮有着良好的B弹性能 在防护方面 三号突击炮A型的正面装甲后度为50毫米 足以抵挡子弹和手榴弹的袭击 强大的火力 低矮的车身 配上不错的装甲防护 使得这款突击炮成为了德军 执行突破和伏击任务的瓦尔之选 首批的30辆三号突击炮表现极为亮眼 在突破卫钢防线的战斗中 三号突击炮快速轰平敌军 环形阵地 极大提高了德军的突破效率 在德军强大的攻击能力下 被称为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 被打得一泻千里 而作为步兵的伴侣 三号突击炮的指挥权掌握在步兵手中 这样指挥官就能更好地进行步炮支援 这是坦克部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同样也是在这几场战役时期 三号突击炮的反坦克潜力 已经显露出来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从最初慌乱中反映过来的苏军 很快就开始用大量坦克抵挡德军的攻势 面对苏军的T-34和KV-1等中型重型坦克 三号突击炮的火力开始出现不足 于是很快 德军对火炮进行了升级 全新的STARK-40L-43型 75毫米长身管火炮研制成功 它取代了短炮管 用于近距离支援的 75毫米KWK-37L-24战车炮 为大战中期时的三号突击炮 提供了显著的火力提升 除此之外 三号突击炮还在此次升级中 将车体的前装甲厚度 加装到80毫米 这时候的三号突击炮 防御力已经不逊坦克 而加装了新火炮的F型三号突击炮 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创造了优异的战果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一辆三号突击炮 在20分钟内击毁9辆 包括T-34在内的苏军坦克 由于突击炮没有炮塔 火炮是直接架设在车体上的 后座列由整个车体吸收 而且突击炮还携带有 炮对镜等软瞄设备 所以它在直瞄设击时的精度 甚至比4号坦克还要高 事实证明了 二战中德军最好的反坦克武器 往往最初都不是设计用来打坦克的 三号突击炮也在1942年 正式将主职业变为反坦克 后来在经过多次战斗的实践后 三号突击炮又加装了一系列副武器 也就是三号突击炮的终极形态 G型 该型突击炮于1942年12月 正式进入德军部队 与其他型号相比 G型突击炮车体战斗士的面积进一步加大 车长可在那里利用新安置的潜望镜 观察车外的环境保障车辆的安全 但随着东线战局的不断恶化 德军不得不开始大量生产突击炮 作为坦克的替代品 由于设计上的根本差异 三号突击炮在执行攻击任务时 表现并不是非常理想 毕竟这种无炮塔设计 想要在进攻作战中对抗侧翼火力时 会受到许多限制 面对苏军T34坦克时 参加进攻的三号突击炮 很容易被苏军坦克绕到侧后攻击 不停转动车身瞄准 也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故障 不过好在此时的德军 已经从进攻逐渐转为防守 随着苏军在东线战场的大规模反攻 德军更多时候要打防御反击战 在防御战中 三号突击炮那低矮的车身 赋予其十分优异的隐蔽性能 德军通常将三突部署在 苏军坦克的必经之路上 一次又一次的打退苏军的反击 因此在1943年至1944年 三号突击炮成为了东线战场上 德军最为倚重的反坦克武器 有德军指挥官曾言 与其给我一个装甲师 不如给我一个突击炮营 但完善的防御战术 并不足以扭转战局 德军在兵力上 根本无法和苏军达成平衡 更何况美英两国在战争期间 还通过租借法案 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 因此即使三号突击炮再怎么努力 也改变不了东线战场 德军败北的现实 不少三号突击炮也被俘获 苏联在战后 还曾将不少俘获的三号突击炮 拉去支援叙利亚 让它在中东战争中 继续发光发热 总的来说 德军的三号突击炮本身 在二战当中是十分成功的 截止1944年 三号突击炮总共干掉 21000辆盟军坦克 要知道到1945年3月 德国总共也才生产 一万辆出头的三号突击炮 这个尖敌数量 已经达到自身生产量的两倍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老亨特 了解更多军事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